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今天的圣经是《猎王记下》第四章 描述的先知以丽莎活出上帝怜悯人的心 当先知门徒的妻因为丈夫过世 面对生活困境时 以丽莎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这是一句体贴人心的话语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用自己熟悉和关心的角度出发 较少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有个小故事这样说 某一天吃晚餐时 上小学的弟弟突然问全家人一个问题说 若是全世界的电话网络跟行动电话都断线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医生的爸爸首先回答 危急的病人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那会造成死亡率上升 当消防队员的哥哥接着回答 报警的速度将会降低 那么火灾造成的损失会大大的增加 热恋中的姐姐则说 两个相爱的温度一定会降低 善于持家理财的妈妈最后高兴的说 那太好了 我们家一定能够节省更多的开销 各位朋友 那我也要问问各位 若是全世界的电话网络跟行动电话都中断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您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因为我们的角度想法都不同 所以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出发 今天的圣经 《猎王记下》四章第二节 以丽莎的回答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愿上帝帮助我们 更多的体贴 人真实的需要 让我们所付出的帮助 能真正成为对方的助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